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送我 一条送他的下属 在过去的半年里 他们每天都在互道早晚安 他帮他带过早饭 请他喝过奶茶 他帮他挡过酒 送过他喜欢的满天星 相恋五年 我对他的信任此时看起来是那么的可笑 晚上临时有点工作需要处理 我的电脑放在公司忘了拿回来 就借用了男友陈旭的电脑 工作刚处理完 就接连收到了好几条微信消息 我以为是我的电脑 下意识将微信点开 然后就看到了陈旭跟他的下属 周宁的聊天对话框 备注是全名 我本来想直接插掉的 可周宁发来的一张照片 让我呼吸一致 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因为他发来的是一条项链的照片 相同的东西 在半小时前 陈旭刚送了我一条 是情人节的礼物 周宁说 旭哥 项链好好看 我好喜欢 后面还发了个卖萌的表情 我下意识朝厨房的方向看去 陈旭还在收拾碗筷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 开始网上翻他们的聊天记录 在过去的半年里 他们每天都在互道早晚安 他帮他带过早饭 请他喝过奶茶 他帮他挡过酒 送过他喜欢的满天星 他会跟他吐槽同事的奇葩行为 会撒娇似的抱怨任务好重 合作方好难搞 也会跟他分享自己 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他也会跟他提起我 甚至就连我最近收过的七夕 圣诞节和情人节的礼物 都是他帮忙挑的 而被蒙在鼓里的我 还和陈旭开玩笑说 他最近的审美直线提升了 看到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我才发现 原来不是他的审美提升了 而是有人在帮他做军师 我跟陈旭相恋五年 彼此都在朋友圈关宣过 我们有共同的同学 朋友 也丝毫不避讳 让对方出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按照我们的计划 我们会在今年五一订婚 国庆结婚 我已经选好了婚纱 要去哪里拍 也想好了婚后要去哪里旅游 可在看到他跟周宁的聊天记录后 我知道 我们不会有以后了 陈旭出来的时候 我还在抱着电脑 我其实想哭的 但我哭不出来 眼泪像是全部堆积在了心里 没办法从眼眶里溢出来 陈旭的脸色一变 似乎是猜到了什么 他朝我走来 眼神往电脑屏幕上瞟了一眼 他和周宁的对话框 还停留在屏幕的正中央 陈旭把电脑往茶几上移放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说 晚晚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面无表情地道 我想的哪样 其实就连我 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心里乱糟糟的 他们这半年的早晚安 与我而言 宛如晴天霹雳 把我给砸懵了 我很难相信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陈旭会容许别的女人 踏进她的世界 和她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陈旭双手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常常叹了口气 晚晚 她只是我的下属 小姑娘性格比较活泼 跟谁都自来熟 你看了我们的聊天记录 就该知道 我们没有过出格的举动 说到这里 陈旭试图来拉我的手 但我甩开了 陈旭的面上 闪过一丝受伤 她有些尴尬地将手缩了回去 又继续道 项链是她帮我挑礼物的酬劳 我想着 反正只是多买一条的事 就同意了 陈旭面露歉疚 晚晚 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 我不可能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 我抬眼看着她 冷静地问 对你而言 是不是只要没上床 就不算越界 但对我来说 从陈旭和她分享生活开始 就已经是一种越界了 我见过周宁 有时她和陈旭一起下班 陈旭会顺路将她载到他们小区附近 她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姑娘 说话的声音娇娇软软软的 所以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能轻而易举地挠不出 他们一起出差时 她坐在她的副驾驶吃零食 抱怨傻逼老板的画面 我没有坐车吃东西的习惯 陈旭也没有 所以她的车里 从来没出现过零食这种东西 周宁是第一个把零食带进她的车里的人 单独这一件事情 或许只是小事 可无数的小事堆积到一起 就会成为一把刺穿我的利刃 我无法接受陈旭的行为 所以哪怕是情人节 我也连夜搬离了 我们共同一点点布置起来的家 我也想歇斯底里地和陈旭闹一闹 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委屈 可即便有着满腹的委屈 话到了嘴边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给自己留点体面 我妈很快知道 我从陈旭那里搬出来的事情 她给我打了电话 晚晚 你跟陈旭的事情 她都跟我说了 你这么贸然搬出来 是准备要跟她分手了吗 我还没有开口 我妈又说 她没有真的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只是和下属的来往多一些 这不算什么大事 陈旭对你怎么样 我一直看在眼里 为了这么点事情就分手 真的没必要 她既然诚心悔过了 你差不多就原谅她了吧 再好的感情 闹太久也是会被消磨干净的 别等真的分手 你再后悔 就来不及了 我妈的话 让我忍不住想笑 妈 您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和您说这事吗 因为从陈旭那边搬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您的反应了 说完 不等我妈说些什么 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尽管早有预料 可真正看到 我妈连问都不问我一句 就断定我是在闹 我的心里还是很难受 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都很淡 我能猜到我妈的反应 是因为类似的事情 其实曾经在我们家发生过一次 当时我哥跟我嫂子 都已经在谈婚论嫁了 我嫂子发现 我哥跟她的同事聊得很火热 于是直接分手 就连筹备了一半的婚礼 也因此取消 尽管在那之前 我妈对我哥这个女朋友的各方面 都赞不绝口 可就因为她因为我哥的精神越界 而选择分手 我妈便觉得她很小题大做 也是从那时起 我跟家里的关系渐渐淡了 因为我妈不瞒我帮准嫂子说话 我也没想到 如今相同的事情落到我头上 我妈依然选择了让我原谅 可刀没扎她身上 她怎么会知道我有多痛呢 我跟陈旭高中同班 大学同校 虽然我们是大三那年 才确定的恋爱关系 可在此之前 我们彼此都有好感 只是那时我俩在感情上 都是比较小心翼翼的那种 所以即便心里喜欢 也都没有说出口 直到彼此的心意已经很明了了 才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这五年来 我们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 到现在逐渐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 我们一起吃过很多苦 也经历过很多甜蜜 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只能一块在连租房里吃挂面 后来条件好了 她就喜欢带我去吃各种好的餐厅 她说 晚晚 当初让你受的委屈 我要一点点补偿回来 恋爱五年 我们从没吵过架 也没红过脸 我以为 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结婚生子 建造属于我们的小家庭 可这一切 在看到她跟周宁的聊天记录那一刻起 全都破灭了 我搬出来之后 陈旭一直在跟我道歉 忏悔 她用尽一切办法 想求得我的原谅 可我谅解不了 厌过刘恒 我无法骗自己 也无法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看到陈旭憔悴的样子 我心里其实也是难过的 但也仅此而已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我刚走出公司园区 就远远看到站在门口的周宁 她穿着件桃粉色的羽绒服 砸了个丸子头 看着可爱得很 来往的人大都会往她身上挑几眼 她却仿佛没瞧见一般 直勾勾地看着我的方向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周宁就朝我小跑着过来 晚姐 我们聊一聊 周宁的语气一如往常那般软绵绵的 像是在撒娇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她的嗓音天生就有点嗲 这不怪她 可我听着却十分不适滋味 看到她 我就会想起陈旭 想起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我语气冷淡地道 对于周宁 我当然是讨厌的 明知道陈旭有女朋友 却还是选择跟她那样亲近 可难听的话我却说不出来 因为她的越界是陈旭允许的 这种事情 一个巴掌还真拍不响 如果没有陈旭的允许 她又怎么能肆无忌惮地一再靠近呢 我正要走 周宁就伸手拉住了我的袖子 婉姐 我想和你聊聊旭哥的事 有些事情 总得让你知道 咖啡厅里 我和周宁面对面坐着 她点了杯焦糖拿铁 我忽然想起 相同的东西 曾出现在陈旭发给我的照片里过 陈旭和我一样 都不喜欢咖啡这种苦了巴唧的玩意儿 所以即便是要熬夜加班 她宁愿喝红牛 都不会碰咖啡 但前阵子 陈旭跟我抱贝 自己在加班的时候 曾发了张她在办公室的照片 当时桌面上就摆着一杯焦糖拿铁 周宁突然开口 我听旭哥说 婉姐不喜欢苦的东西 但焦糖拿铁没那么苦的 婉姐可以试一试 说着 她便端起咖啡 清明了一口 周宁放下手里的杯子 对我展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旭哥试过都说不错 婉姐你也试一下吧 周宁的话 让我一阵反胃 我垂眼看了看她面前的焦糖拿铁 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还赶着回去吃饭呢 公司附近的外卖难吃死了 我中午就没吃饱 周宁面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她温声道 婉姐 听说你跟旭哥分手了 不等我回答 周宁便单手托着下巴 继续道 现在旭哥是单身了 那我追她的话 婉姐不会介意吧 在周宁明知道陈旭有女朋友 还丝毫不顾忌 每天跟她互道早晚安 帮她带早餐 让她送自己满天星的时候 我就知道 她一点都不无辜 但我没想到 她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周宁眨了眨眼 婉姐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她的脸上 一直带着甜甜的笑 我知道那天 我给旭哥发的微信 被婉姐看到了 想必婉姐也清楚 旭哥她对我并没有抗拒 周宁说这话时 语气多少有几分得意 但不可否认 她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陈旭不愿意 周宁也不会有 得寸进尺的机会 若说她帮周宁挡酒 是出于一个男人 和同事的风度 但她送周宁满天星 和跟我一样的项链 就无异于是 再给周宁暗示了 无论陈旭有没有这种想法 但她都默认了 周宁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她公司的女下属 女同事并不少 单身的也很多 可她并不是对每个人 都像对周宁这样纵容 我不知道 陈旭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很清楚 我们之间的裂痕 已经无法修补 在感情上 没有哪个女人 不想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一旦这份特别被别人 瓜分了去 那我宁愿不要 我对着周宁露出了一抹笑 周宁健壮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诧异 我轻笑着道 我又不是你爹 你要追谁 用不着跟我报备 陈旭这事我当然是 伤心难过的 可这不代表 我愿意让周宁看笑话 大家都是女人 你在盘算些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也看得明白 周宁 你以为陈旭真的就看不懂吗 不 她看得懂 她只不过是 有意识地选择无事罢了 你要是真有把握 今天就不会来见我了 真正自信的人 是干不出这种事的 周宁慧来跟我掰着那些 说明她的心里 对于追求陈旭这件事 其实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的 我点开自己和陈旭的聊天记录 看见了吗 你跟她的聊天记录 她一条不差地转发给我了 情人节那天 我其实只看了个大概 毕竟时间有限 后来陈旭为了自证清白 将她和周宁的聊天记录 全部转发给了我 我当然不会去看 整整半年呢 我嫌恶心 但这并不妨碍 我拿这玩意儿来吓唬周宁 你要追陈旭 我没有意见 但你不该来恶心我 我收起手机 冷笑了一声 周宁 再有下次 我就把你和她之间的 聊天记录打印出来 贴在你们公司门口 你猜其他人能不能看得出来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天之后 周宁就没有再来骚扰过我 陈旭一如往常 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 跟我分享她的日常 但我已经把她的消息 设置了免打扰 其实在我们分手前 她也每天都会跟我分享 她的喜怒哀乐 只不过相同的消息 她当时也给周宁发了一份 晚上跟闺蜜娇娇吃饭 她问我 你跟陈旭确定要分手 不会再复合了吧 我被娇娇小心翼翼地试探逗笑了 我都搬出来了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之前她跟她前男友闹过几次分手 我也是这么试探着问她的 当时我还跟她开玩笑 说真怕我一直劝分手 回头你还请我去当伴娘 娇娇松了口气 我这不是怕你心软吗 毕竟几年的感情 哪是说断就能断的 我常舒了一口气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走不出来的 但既然决定要分手 我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娇娇往锅里加了一盘牛肉卷 既然这样 那你干脆把她的社交软件全拉黑了吧 眼不见心不烦 我放下筷子 拉黑肯定是要拉黑的 但不是现在 相恋五年 又准备要结婚了 有的事情 得先掰扯清楚 那天我搬出来比较突然 很多事情都还没沟通好 啥事 娇娇不解地问 我抬眼看向她 你忘了她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跟她一起买的了 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我俩就一块儿出首付 买了套属于我俩的小房子 但没想到 刚搬进去不久 我就又搬出来了 房里我添置的东西 我都可以不要 但这首付的钱 我必须拿回来 忙完手里的项目后 我主动联系了陈旭 屋里的一切 都还是我走时候的样子 陈旭有些手足无措 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的 茶几上摆着我喜欢的水果和零食 她没敢靠近我 只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 我没有去碰她准备的东西 我将准备的一万零一的现金 从包里拿了出来 推到陈旭面前 这是当初阿姨给我的见面礼 给你转账你不收 我就只能给现金了 分手那天 我就将陈母给的见面礼 退还给了陈旭 转微信 她直接退了回来 发支付宝 她又重新赚了回来 所以我这才取了现金 当面给她 陈旭露出受伤的表情 晚晚 我们不分手好吗 她说着 眼眶顿时就红了 我是真的离不开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保证 以后都不会再犯错了 说到这里 陈旭突然跪在我面前 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说实话 我的心里也很难受 但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我一开眼 没有去看陈旭 陈旭 有些话 我不想翻来覆去重复说 我今天来 是想和你做个了断的 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首付我出了七十万 房子给你 你把首付的钱还给我 因为是精装房 所以装修的钱就省了 后面的月宫 也是陈旭在还 屋里的家电家具 是她爸妈送的 所以我跟她之间的债 就只有这首付的钱 这套房子现在升值了 我不跟你算升值空间那些 我只想要回我的七十万 恶心归恶心 但这套房子 确实陈旭一家 付出的要更多些 我做不到 厚着脸皮去和她争 真正难过到了一定程度 其实是什么都不想要的 我现在只想和她划清界限 陈旭双手抓着我 晚晚不分手好不好 我们不等国庆了 五一就结婚 陈旭情绪激动 他拿起手机 不知道在刷些什么 我现在就找摄影师预定 我们请假去拍婚纱照 够了 我的语气很冷 陈旭 我们好聚好散行吗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不会不了解 我是什么样的人 可即便如此 你还是选择了 越过那条线 陈旭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不想去意测其他 但对于陈旭 我已经彻底失望 陈旭闻言 手机从她手中 滑落到了地板上 她双手抱头 发出痛苦的乌液声 我拿着包起身 我的银行卡号 你是知道的 首付的钱 直接转我卡里就行 说完 我便毫不留恋地离开 以我对陈旭的了解 她不会不给 事实也正如我所想的那般 当晚八点多的时候 我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 陈旭给我转了八十万 陈旭的收入虽然高 但那套房子 我们没买多久 她手里有点积蓄 但也不多 这八十万 估计是跟人借的 多转的那十万 我收下了 那套房子升值不少 可不止值那十万 所以这钱我拿着 没有什么不安心的 收到陈旭转来的 首付之后 我便拉黑了她 所有的联系方式 顺便约了 娇娇出来句一句 就在收到陈旭 还给我的首付的钱之后 我便跟公司申请了 调取分公司工作 我们公司在别的城市 还有分公司 我想换一个城市生活 在这个城市 我有着太多 和陈旭的共同回忆 我不想走到哪里 都是她的影子 但我跟娇娇人 还没走进餐厅 就先接到了 陈母打来的电话 晚晚 阿旭她现在在医院抢救 你能来一下吗 陈母的电话 让我愣了一会儿 陈旭前阵子 才刚做过体检 身体健康得很 怎么会突然就弄去抢救了 或许是因为我 一直没吱声 陈母又道 晚晚 阿姨知道 你跟阿旭分手了 但你们毕竟有过 五年的感情 过来看她一下好吗 陈母说着说着 语气便带了点哭腔 自从你走后 阿旭她一直都过得很辛苦 她自己作孽 怪不得别人 可阿姨这会儿 真的害怕得很 晚晚 你就当是来陪陪阿姨好吗 我无声叹了口气 问道 阿姨 她怎么了 陈母哭着说道 说是酒精中毒 我压下心底的酸处 阿姨 我不是医生 去了也帮不上忙 而且 我现在 跟她已经分手了 藕断丝联 对谁都不好 我当然知道 陈旭酒精中毒 是为了什么 跟我在一起五年 即便是应酬 她也很有分寸 因为我不喜欢酒味 但她跟周宁的事情 始终都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我拔不出来 也不愿意去容忍 陈母沉默了一会儿 不甘心地问道 婉婉 你当真不愿意再回头了吗 她的语气变得有些急切 阿许犯的错 阿姨没有立场 也没有资格劝你原谅 但你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 马上都要结婚了 再给她一次机会好不好 不论你要怎么打她 骂她都行 但别不理她好吗 见陈母这样低声下气 我的心里其实也挺难受的 坦白说 她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对我很好 人也很开明 如果能跟她做婆媳 甚至都不需要担心婆媳矛盾 但纵使她再好 也掩盖不了陈旭犯的错 阿姨 我跟陈旭的缘分到此为止了 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 两久 陈母才道 婉婉 你是个好姑娘 是我们家阿絮对不住你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来找阿姨 所以你别把阿姨拉黑好不好 陈母低声下气的哀求 让我心里很是难受 但我不想给她任何不必要的期望 所以挂掉电话后 我又找到她的微信 拉进了黑名单 之前拉黑陈旭的时候 我还把她给漏掉了 跟娇娇聚完 我就开始打包行李了 公司那边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周一做完交接 就可以直接去分公司报到了 从陈旭那边搬出来的时候 我只带了自己的个人物品 那些一起买的生活用品一类的 我一样都没拿 所以需要打包的行李倒不多 但我做梦都不会想到 去分公司报到的头一天 我竟然就遇到了周宁 她依旧扎着丸子头 打扮得青春洋溢 见到我时 周宁多少有几分不自在 同事见我面色有意 等周宁走后 她才小声问我 江婉 你跟她认识啊 没等我回答 同事又补充道 我们公司跟他们公司 有过业务上的往来 她这回来 是想争取城北那个新项目的 我面路讥讽 道 她是我前男友的下属 同事的神情 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她不知道脑补了些什么 天客后 她压低声音同我说 这个项目 还有别的公司也在竞争 反正条件都差不多 回头咱跟另外那个公司合作得了 同事所说的项目 来之前我已经看过资料了 只是没想到 陈旭他们公司也在争取 同等条件下 优先选择别的公司吧 我低声回了一句 周宁让我不痛快 我要是还给她送项目提成 那我得是有多傻逼呀 周宁理所当然的 没拿到这个合作 她不知道从哪里 弄到了我的电话 大晚上给我打来电话 婉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你也不能公私不分呀 周宁开口就是指责 她的语调一如既往的软绵 说出来的话 却是无比的恶心 周宁 你跟别的公司谈合作 没谈成的时候 也是第一时间去指责别人 而不是想想自己有哪里没做好吗 同事愿意给我行方便 那是因为周宁他们公司 和别的竞争公司相比 并没有什么优势 否则人家凭啥放着 更好的合作方不要 要来照顾我的情绪 我虽然是管理层 但权限还没大到那种程度 周宁仍旧不服气 她软绵绵地说 婉姐 你不要偷换概念 你讨厌我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希望你下次 可以公司分明 旭哥是我的领导 项目没拿下 损失的不仅是我的利益 旭哥同样会挨骂 婉姐 你真的舍得看到 旭哥被老板骂吗 见周宁怎么厚颜无耻 我差点把晚上吃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 周宁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现在没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不能去你们公司 贴聊天记录了 电话那头 短暂地沉默了几秒 周宁娇声细语地道 婉姐 你都把旭哥拉黑了 哪来的聊天记录呀 你不知道拉黑之后 聊天记录还能看到吗 我提醒周宁 虽然我不想把陈旭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但如果周宁继续犯贱的话 我是真的不建议回去贴聊天记录的 周宁顿时不说话了 我冷笑道 还有 别叫我姐 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妹妹 跟陈旭分手一个多月后 我再次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婉婉 我听你哥说 你调去分公司了 嗯 您还有其他事吗 我表现得很冷淡 我妈问 你跟陈旭分手 首付的钱拿回来了吧 拿回来了 我妈的语气 顿时变得有些兴奋 她急切道 你哥最近在跟人相亲 有个女孩 家里条件挺好的 就是这彩礼要求有点高 你现在反正也没对象 不如先把钱借给你哥 等他结婚之后再还给你 时隔一个多月 我妈再次给我打电话 不是来关心我 而是想跟我借钱 我闭上眼 讥讽道 没钱那就别结婚了 她都工作这么多年了 连点彩礼都没存够吗 我妈顿时就不高兴了 江婉 你怎么说话的 她是你亲哥 不是你的仇人 你也知道她只是我哥呀 我冷笑了一声 我的钱已经买了房子 你们要借 就去找别人吧 怎么可能 你不是才调走没多久吗 我妈不相信 买个房子而已 又不是选墓地 要很久吗 我心里有气 说话也变得有些刻薄 我妈气得直接挂掉了电话 而我则是联系了中介 分公司在二线城市 房价相对没那么夸张 我手里的存款 付个首付还是没问题的 在这边待了一个多月 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这里的 与其把钱留着给我妈奠记 倒不如给自己买套房 总不能一辈子租房住 中介带着我看了好几套房子 最终我看上了一套地铁口的三居室 是套二手房 总价180万 房主因为要移民 虽然挂的是市场价 但是屋里的家具家电全送 请个保洁打扫一下 就能直接拎包入住 我只考虑了一晚上 第二天趁着周六 在周边逛了逛 就约了中介签约 房主看我爽快 还主动给了个小小的折扣 付完首付 中介费和税费 我的存款几乎快要清零了 但我也换来了一本 只写了我自己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 我把房产证拍了张照片 抹去具体位置等关键信息 给我妈发了一张过去 然后又联系了娇娇 娇娇 我买房子了 卧槽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悄无声息地就弄完了 娇娇的声音 听起来很是惊讶 今天刚办好过户 口袋里没钱了 来找你就急了 其实也不是撑不到发工资 只是或许是因为现在 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口袋里没点钱 我就会很焦虑 你等我一下 娇娇说了一句 没过一分钟 我就收到了娇娇给我转的钱 整整五万 你先用着 要是不够再跟我说 娇娇豪气地说 谢了 我心头涌上一股暖意 跟我客气啥 娇娇的语气 听着很是欢快 你刚买了房 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有需要就开口 别自己一个人憋着 我笑道 等我收拾好了 请你过来玩 多余的话我没有说 娇娇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 好啊 娇娇跟着笑了笑 突然道 对了 陈旭辞职了 你知道吗 我微正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娇娇道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具体不清楚 顿了顿 他又道 你要是想知道 内情的话 我可以去帮你打听 我下意识摇头 想起自己是在跟娇娇打电话 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不用了 他以后怎么样 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不关心 五年的感情 确实很难一下子就走出来 但如果一直沉溺在过去 就永远都走不出来 生活总还要继续 我不想一辈子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 番外 陈旭 周宁刚进公司的时候 陈旭对他的印象只是工作能力比较突出 脑子灵活 也很会来事 真正相熟 是源于一次应酬 陈旭带着周宁去跑项目 酒足饭饱 大伙一起去唱歌 有个合作方多喝了 硬拉着周宁 要他陪喝酒 陈旭作为一个男人 又是周宁的上司 理所当然的就站出来帮周宁解了尾 回去的时候 陈旭叫了代驾 周宁和陈旭坐在后排 他眼眶微红 情绪明显不太高 但即便如此 周宁却还在和陈旭说 下次有应酬 可以带上他 旭哥 这次是我没有经验 下次我一定可以 周宁明明还在后排 但却已经在想下次了 当时陈旭便想起大四那年 将晚去实习 结果却遇到个猥琐上司 回来气得哭了半天的事情 在那之后 陈旭对周宁就多了几分照顾 但陈旭一直都很明白 自己和周宁之间 不会发生点什么 哪怕后来 周宁每天都在和他说早晚安 坚持每天给他带早饭 明知道他不喜欢吃甜食 却故意请他喝奶茶 陈旭都不曾越过那条线 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 他当然知道 周宁想做什么 但或许是出于男人那点虚荣心 又或者其他 陈旭没有拒绝 他也没有主动 对陈旭而言 江婉才是他的爱人 他们会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会生一个可爱的孩子 偶尔陈旭也会担心 江婉会发现他和周宁之间的小秘密 可聊天也会养成一种习惯 以至于到后来 陈旭其实有些享受 周宁每天跟他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会觉得自己在被人需要 江婉和周宁不同 刚实习的时候 工作上的事情 他也会有求于他 但渐渐的 江婉就能独当一面了 陈旭知道自己这样不好 可知道归知道 却难以自控 在周宁提出 要他送自己一条项链的时候 陈旭其实也曾犹豫过 可他觉得 自己什么都没做 即便江婉知道 也不会生气 他们有着五年的感情 不会轻易被这种小事所击倒 但事实还是超出了陈旭的预料 情人节那天 江婉看到了他和周宁的聊天记录 他甚至都没有发火 只轻飘飘地质问了他几句 便毅然决然地搬离了他们共同的家 陈旭当时 就蒙了 他道歉 忏悔 都没能换来江婉的回心转意 他退掉了母亲给他的见面礼 让他还首付的钱 那时陈旭才明白 江婉是来真的 他真的不要他了 就连他酒精中毒 送去医院急救 江婉都不愿意去看他一眼 陈旭知道 他们走到今天 都是自己的错 他也没脸再去纠缠江婉 江婉跟陈旭正式分手 一周后 周宁就和陈旭表白了 周五那天 部门团建 周宁习惯性去蹭陈旭的车 但陈旭一反常态地拒绝了 周宁 江婉跟我分手 是我活该 但我以后都不会再给你行方便了 陈旭的语气很冷淡 他知道是自己给了周宁机会 他才能得寸进尺 周宁有瞬间的错额 不过短短几秒 眼泪便开始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旭哥 我的心意 你难道不明白吗 周宁仰头看着陈旭 神情委屈极了 陈旭没有说话 一开始他的确不明白 但他又不是傻子 周宁后来表现得那么明显 他又怎么可能真的丝毫没有察觉到 他看穿了周宁的心思 但是却没有揭穿 也没有选择和他拉开距离 所以他活该 被江婉甩了 陈旭的沉默像是给了周宁勇气 他上前一步 双手紧紧还住陈旭的腰 旭哥 我喜欢你 婉姐能做的我也可以 你不要拒绝我好不好 周宁说着 又仰起头去看陈旭 他撇着嘴 眼眶里的泪水缓缓滑落 但陈旭看着 却无动于衷 他沉着脸 将周宁的手拿开 周宁 我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江婉跟他分手的导火索 就是因为周宁 他又怎么可能会和周宁在一起 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想减轻一些带给江婉的伤害 周宁又一次上去抱住陈旭 旭哥 你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接受我呢 他将脸埋进陈旭的胸膛 旭哥 你明明对我也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承认呢 陈旭用力推开周宁 他用厌恶的眼神看着他 周宁 看在你是女孩子的份上 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难听 但你如果非要把脸伸过来 让我抽 我也是可以满足你的 江婉的教训 他吃一次就够了 周宁红着眼 死死地盯了陈旭好一会儿 才猛地转身离开 陈旭正要上车 却意外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是公司里的同事 也不知道听了多少 陈旭不关心 他觉得自己现在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在启动车子的那一刻 他甚至想 如果这个同事能把今天看到的事情 拿去公司里说就好了 但可惜的是 同事对于这事儿守口如瓶 公司里没有人议论他跟周宁 但陈旭却不想再看到周宁了 每次看到他 他就会想起自己失去江婉的事情 所以他选择了辞职 江婉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他也想 坐完交接 离开公司的时候 周宁追了出去 在公司园区的大门口 周宁不死心地问 旭哥 你真的要走吗 陈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 周宁追上前去 旭哥 你走到今天不容易 你真的要为了江婉 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吗 周宁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比江婉差在哪里 他脑子一热 忍不住说道 我之前去见过江婉 他根本都不在意你 陈旭的脸色 一点点变得铁青 什么时候的事 陈旭咬牙问 周宁把心一横 道 什么时候重要吗 反正他都不要你了 陈旭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深深地看了周宁一眼 掉头离开 当天晚上 陈旭给公司的同事们 群发了一封邮件 那是一个PPT 里面贴着无数张周宁 跟他的聊天记录 故事二 李川说要推迟婚礼 单距离婚礼只剩二十天 宁宁 我们的婚礼推迟吧 他语气平静 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或者他在开玩笑 为什么 我的声音在颤抖 十年了 我已经没有恋爱时的冲动了 李川的眼神飘忽 不敢看我 你现在熟悉得像我的亲人 我对亲人实在没办法提起兴趣 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亲人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恋爱十年 他要我变成亲人 然后呢 你要是坚持马上结婚 也不是不行 李川补充道 婚后我会给你应得的尊重和关心 但是我不能保证 能给你像以前一样的爱 如果你答应推迟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 等到新鲜感回来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我看着满桌的结婚情帖 每一张都是我亲手写的 为了让这次婚礼更有意义 现在 依依呢 延期 到什么时候 我的声音干涩 像含着一把沙子 不知道 再看吧 李川懒懒地靠在墙上 漫不经心 我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 李川 我们二十天后就要结婚了 你现在说这些 不觉得很可笑吗 她终于看向我 眼神复杂 却唯独没有爱意 宁宁 你还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骗你 她越是冷静 我越是愤怒 却无处发泄 亲朋好友那边 我会去解释 今天我就搬出去住了 如果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打我电话 我会立刻过来 李川开始收拾行李 动作熟练 像是已经演练过很多遍 我没有阻止 因为她决定的事 从来不会改变 我只是不明白 明明求婚的是她 为什么现在要推开我的 也是她 我看着李川离开的背影 突然觉得她很陌生 像个熟悉的陌生人 房间里很安静 只剩下我一个人 和满桌的结婚请帖 李川出门半小时后 我还待坐在客厅 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 愤怒也有 困惑也有 悲伤也有 嗡 手机铃声响起 我瞥了一眼 是我最好的闺蜜 也是我这次婚礼的伴娘 杨怡心的电话 喂 我抬手接起 宁宁 你看到我发给你的伴娘付款式了吗 你说我选长的还是短的 我感觉短的比较好看 但是长得更显气质 疑心 婚礼推迟了 我低声打断闺蜜的话 啊 为啥 酒店那边出岔子了 推迟到啥时候 不是 李川不想结了 我也不知道推迟到什么时候 也可能婚礼没有了 我的声音沉重如铁 电话那头静默片刻后爆发出来 她神经病啊 十年感情就这样没了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隐隐作痛 对啊 十年 疑心语气突然软化下来 宁宁 你现在一个人吧 需要我过去陪陪你吗 深夜里孤单一人面对满屋子 未寄出去的请柬和空荡荡回音 我真想点头让她过来 但思及她家离得远 又摇头拒绝 别了 已经很晚了 你早点休息吧 谢谢你 疑心 挂掉电话后 房间再次归于寂静 只剩下我的呼吸和心跳 在宽敞而空洞的客厅里回响着 灯光昏暗中 满桌请柬仿佛笑话般地散落着 每章上面都写着我们俩名字 曾经以为会共同步入红毯另一端 相邪走进新生活大门 现在却变成两条平行线 在此刻交汇成无尽遗憾与失望之处 忽然间觉得自己像个笨蛋 明明知道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 却偏偏以为我们能例外 床上侧身而卧 闭目试图安抚自己波涛汹涌般 紊乱情绪 可思绪如野马般肆意奔跑 从相识初见 延展至今日分道扬镳 每个画面都历历在目夜见深 黑暗中时间仿若凝固 直至天边透出第一缕曙光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的世界已然改变 第二天早上 疑心的电话还没挂断多久 手机屏幕上就跳出一条微信 是另一个朋友发来的 宁宁 你看到李川朋友圈了吗 我点开朋友圈 什么都没有 朋友发来了朋友圈照片 我才明白自己被李川屏蔽了 照片里 她坐在一家牛排店里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 女孩笑叶如花 李川则温柔地注视着她 两人之间的距离近的 仿佛呼吸可闻 这女的谁呀 看着挺年轻的 你认识吗 朋友在微信那头追问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颤抖 脑海中浮现出 李川搬出去那天 冷漠疏离的眼神 不认识 我回复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了 朋友义愤填膺地打抱不平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没事 我问问她 我退出朋友圈 点开和李川的对话框 对话框里 我们最后的对话 还停留在昨天晚上 她冷冷淡淡地告诉我 我已经搬出来了 你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我盯着那条消息 看了许久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按下质问的话语 宁宁 你别忍气吞声啊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姑息 朋友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将我从思绪中拉着回来 我知道 我会处理好的 我安慰着朋友 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酸甜苦辣咸 各种滋味交织在一起 让我难以名状 挂断电话后 我鬼使神差地再次点开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女孩正拿着刀叉切牛排 李川则伸手帮她 把散落在脸颊边的碎发 憋到耳后 动作亲密自然 眼神宠溺温柔 仿佛她们才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而我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 叮咚 手机屏幕上 弹出一条新的微信消息 是一新发来的 宁宁 我朋友在商场看到李川了 和那个女的在一起 好像还给她买了条围巾 我点开朋友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 李川和那个女孩 并肩走在商场里 女孩的脖子上 赫然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 那条围巾 是我送给李川的生日礼物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为了挑选这条围巾 我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商场 最后才找到这款 李川喜欢的款式和颜色 我满心欢喜地将围巾送给她 她当时也很开心 还当着我的面带上 说这条围巾很暖和 也很喜欢 可是现在 这条承载着我们甜蜜回忆的围巾 却被李川送给了另一个女人 宁宁 你还好吧 疑心发来消息 询问我的情况 我没事 我回复 语气平静地 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 放下手机 我拿起外套 走出家门 我去了李川朋友圈里那家牛排店 隔着玻璃窗 我看到了李川和那个女孩 他们面对面坐着 女孩正一边吃着牛排 一边和李川说着什么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李川则含笑听着 时不时地点头回应 眼神温柔地仿佛能滴出水来 我站在窗外 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互动 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 呼吸困难 胸口闷痛 突然 李川伸手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动作宠溺 眼神温柔 那一刻 我再也无法忍受 转身离开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脑海中不断回放着 刚才在牛排店里看到的画面 李川的温柔 李川的宠溺 李川的深情 都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让我痛不欲生 宁宁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 转身看去 是一心 你怎么来了 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楚 挤出一丝笑容 我担心你啊 所以就赶过来了 疑心说着 上前拉住我的手 走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我跟着疑心 来到一家咖啡厅 点了两杯咖啡 相对而坐 宁宁 你打算怎么办 疑心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不知道 我摇摇头 我现在脑子很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川太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 十年感情 他说 不要就不要了吗 疑心义愤填膺地说道 你打算原谅他吗 我不知道 我再次摇头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宁宁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必须震起来 不能让李川看扁了你 疑心握住我的手 语气坚定地说道 你要让他知道 离开他 你一样 可以过得很好 我看着疑心 他的眼神坚定而有力 仿佛一束光 照亮了我心中那片阴霾 是啊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不能为了一个背叛我的男人 而放弃自己的人生 我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 看着疑心 你说得对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振作起来 我要让李川后悔 这才对嘛 疑心笑着拍拍我的手 你要相信自己 你值得更好的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朋友打来的 宁宁 我看到李川和那个女的进酒店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 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 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宁宁 你要去桌间吗 疑心问道 我沉默了片刻 摇摇头 不了 为什么 疑心不解地看着我 我不想去 我深吸一口气 我怕我会失控 变成我自己都讨厌的样子 我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很累 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疑心看着我 没有再说话 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 他理解我 走出咖啡厅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家 一路上 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 和李川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从相识到相恋 从热恋到平淡 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 可是现在 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曾经以为 我们的爱情坚不可摧 可以抵挡住一切风雨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爱情是如此脆弱 经不起一丝一毫的背叛 出租车停在我家楼下 我付了车费 下车 站在熟悉的楼下 我却突然感到一阵迷茫 我不知道 没有了李川 我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我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上楼 直到天色渐暗 我才拖着疲惫的步伐 走进楼道 打开家门 屋里一片漆黑 我打开灯 空荡荡的房间 显得格外冷清 我换上拖鞋 走进卧室 床上还残留着李川的气息 我走过去 拿起他的枕头 紧紧地抱在怀里 眼泪 终于忍不住夺况而出 我曾经以为 我可以和李川白头偕老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爱情 真的会过期 我心灰意冷 整理着结婚用品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喂 宁宁 李川喝醉了 你能不能来接她 是沈阳的声音 她喝醉了 嗯 我们都喝了酒 没法送她回去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赶到沈阳说的酒吧 李川已经不省人事 沈阳和朋友们 还在喝酒 你们怎么把她灌成这样 我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也没想到 她会喝这么多 沈阳一脸无奈 我扶起李川 准备带她离开 宁宁 她家住哪 沈阳问道 我不知道 我摇摇头 也觉得自己可笑 李川自从搬家后 她从未告诉我 她的新住址 那怎么办 先带她去酒店吧 我决定 先把李川安顿下来 在酒店 我帮李川脱下衣服 准备给她倒杯水 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起来 李川 你什么时候回来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愣住了 李川 我怀孕了 女人兴奋地说道 我挂断电话 心里五味杂陈 我解锁了李川的手机 查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和女孩的朋友圈 聊天记录和朋友圈的内容显示 李川在我准备婚礼 的同时 与另一个女孩 保持着亲密关系 我感到极度失望和痛苦 我摘下对戒 放在李川的手上 李川 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转身离开 头也不回 分手后的日子里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我开始酗酒 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一次醉酒后 我无意中撞倒了江夜 小姐 你没事吧 江夜 关切地问道 我抬头 看到他英俊的脸庞 和温柔的眼神 我没事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江夜扶我起来 把我送回了家 谢谢你 我感激地说 不用客气 江夜笑了笑 从那天起 江夜经常来看我 陪我聊天 带我散心 他的出现 为我灰暗的生活 带来了新的色彩 我们通过微信 保持联系 逐渐熟悉起来 一天 我在电影院 偶遇了李川 他在等人 我强忍着心痛 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 但李川却叫住了我 宁宁 好久不见 他一脸愧疚 李川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冷冷地说 宁宁 我错了 我后悔了 李川恳求道 他真是既要又要 我只觉恶心 转身离开 江夜的生日那天 我们关系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宁宁 我爱你 江夜深情地告白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头 我也爱你 我决定给这段 新关系一个机会 我向江夜 坦白了自己 刚结束的恋情 并表达了 愿意尝试新关系的愿望 江夜表示理解和支持 我开始适应 与江夜的新生活 包括考虑搬到 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 为了彻底 与过去断绝联系 我将李川拉入黑名单 我全心投入到新生活中 努力让自己忘记过去 拥抱未来 下班回家 楼下 我碰到了李川 李川 你很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已经没有权力 来管我的事了 我抬手想扶开李川 却被他捏住双肩 直直逼到墙角 撞得我后背一麻 灵口被他拽得往下滑了滑 露出一些淡淡的青子痕迹 他骤然红了眼 你们 你们居然 你就那么不知廉耻吗 我整理好灵口 我们正在交往 有什么问题 李威 我们才刚刚分手 李川有些咬牙切齿 所以 至少我是正常恋爱 不像某些人出轨 还搞带了别人的肚子 我嘲讽地笑了笑 李川身形明显一僵 那 那是个意外 无所谓 李川 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张倩倩的 张倩倩应该还不知道 我俩的关系吧 既然真心喜欢 就好好珍惜 不要辜负了这个 又辜负下一个 我掰开李川的手 脱离他的桎骨 可是 我并不想看到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李川垂眸 我快被这话气笑了 这算什么 既要又要 李川 世界上没那么好的事 半夜 我被江夜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摸起手机准备看时间 却见微信通讯录 有一条新的好友申请 是张倩倩 本不予理会 但不小心点了通过 明天中午 有时间见个面吗 我在M广场咖啡厅等你 什么意思 找我示威 我稍作犹豫 还是回复 好 第二天中午 我如期赴约 张倩倩已经到了 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我扯开凳子 坐在他对面 他脸色憔悴 眼睛红红的 明显是刚刚哭过的样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开门见山 张倩倩抬起红的 跟兔子一样的眼睛 看着我 带着哭腔开口 宁宁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 李川跟你谈了十年的恋爱 我不是有意破坏 你们的感情的 我真的不知道 张倩倩说着 又开始巴搭巴搭地掉眼泪 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甚至能听到 他压抑的抽气声 我很内疚 我让你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 如果我早点知道 李川和你在一起 我绝对不会答应和他交往 我定定地看着张倩倩 这伤心的姿态不像作假 倒像是真的悔不当初 我轻叹口气 怎么知道的 昨天 昨天李川满身酒气地回来 不停地念叨你的名字 张倩倩哽咽了一下 声音颤抖 我觉得很不对劲 趁着他醉着 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 然后看到了你俩 以前的聊天记录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事情竟会是这样 张倩倩捂住脸 气不成声 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你 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我实在是良心难安 张倩倩眼面哭泣 我递上一张纸巾 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这出闹剧到底是谁的错 不是你的错 错的是李川 我淡淡地说 语气平静 听不出喜怒 他接过纸巾 狼狈地擦着眼泪 臭噎着问 那 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我轻笑一声 反问 我还能怎么办 十年的感情 说没就没 我现在还能怎么办 张倩倩咬了咬嘴唇 像是下定了决心 我要和她分手 我挑了挑眉 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张倩倩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看我 眼神里满是慌乱和无措 宁宁姐 你 你会和李川复合吗 我看着她 突然觉得有些疲惫 这场感情里 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不会 我语气坚定 没有丝毫犹豫 张倩倩愣了一下 似乎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又充满了愧疚 宁宁姐 对不起 我打断她 不用道歉 这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对不起我 要怪就怪李川 是她不懂得珍惜 我站起身 拿起包 居高 居高临下地看着张倩倩 好好生活吧 别再为不值得的人伤心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没有回头 走出咖啡厅 我深吸一口气 阳光有些刺眼 我眯了眯眼 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 迎接自己新的人生 我还是要咖啡厅 我现在要咖啡厅 你必须要咖啡厅